那么今天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呢 要结合我们今天学的一些知识来做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什么呢 UI设计师给我们前端的一个例子 今天的话我们什么呢 来做这样一个例子是干嘛呢 来体会一下UI设计师他的这个工作流程 那么做这个例子的话 为什么要体会他的工作流程呢 我们也对他做一个了解是吧 同时也来练习我们的今天学的这个成果是吧 练习这些操作的这些技巧 好那么这个例子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要做这个例子还欠缺一点操作技巧 那么我们在后面再马上来告诉大家 还需要哪些技巧来做这样一个例子 好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需要哪一些技巧啊 还有哪一些技巧没有学的 就是关于首先是这个啊 首先是还有一个 关于什么图像的大小啊 图像大小这个技巧啊 就是说我们想做这张图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图像它多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多大 那么要看它的图像大小啊 那么在这个图像图像大小里面 查看什么呢 这个查看和设置图像的整体大小啊 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要做这张图是吧 做这张图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多大的一张图啊 那么在图像 图像大小里面 知道 那么的话 它的大小是什么 1280乘729吧 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分辨率是72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分辨率是72啊 好那么的话 这样一个图我们看到了 1280乘729是吧 好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来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图啊 新建一个什么 1280乘729啊 1280然后是729 是这样的啊 729的一张图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背景色的话 先用白色吧 先用白色啊 当然这样一个图啊 好确定 是不是新建这样一张图啊 新建这样的图之后 那我们这个图 是不是跟它一样大了 是吧 好把它可以把它拖过来啊 这个图跟它一样大啊 好一样大之后 那么的话 什么呢 把它存一下吧 文件啊 存储 存储为是吧 然后把它保存到 今天这个地方来啊 比如说是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是login login 然后是test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是吧 test 然后是psd吧 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之后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接着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这个 按照它这个什么 摆我们的元素啊 是吧 好 那么我大概的话 说一下这个设计图的 它的意图是吧 因为我动了一些元素 我可以通过历史记录 回到第一步去啊 第一步的话 那么它就是原始的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它的样子吧 刚才我带一些元素啊 好 这个设计图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最终是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 实现一个登录的功能吧 是吧 登录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吧 是吧 好 树上迹象 然后这个地方 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是吧 那么最终是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啊 那么它这里的话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什么呢 图像的装饰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图像的装饰啊 这个装饰是什么呢 就是来做广告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来向什么 用户来什么呢 展示我们这个企业的什么呢 一个理念和什么呢 一个感觉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什么 这个网站怎么样 就是什么 我们的食物是什么 在日夜间程的运送 是不是这样的啊 荣耀保持新鲜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什么 这是一个路是吧 这是一个车子 然后这是一个物品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表示我们的物品怎么样 在日夜间程的送达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然后我们的食品是什么 是绿色安全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给用户 传达这样一个理念 是吧 那么这大概是什么 设计师的一个想法吧 是这么想之后 然后怎么样 去找一些素材过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个素材 我们刚才也有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素材 是这个素材啊 好 那么这个风格的话怎么样 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什么 Q版的风格吧 有点Q版是吧 有点卡通的味道是吧 卡通的这种味道叫Q版是吧 Q版风格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点Q版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图 是吧 这个是什么 作为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图片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 然后的话 主要是要传达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什么呀 绿色安全 然后是快速 能快速地送到用户的手中 是吧 来达到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什么 诉求吧 达到这样一个诉求啊 这么的大概就是设计师的 他的一个想法 然后的话 证据这个想法的话就什么呢 就是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案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要针对 我们俩做他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效果图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刚才什么呢 就知道怎么看这个图像大小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怎么做这个图呢 首先呢怎么样 我们要按照他做的 是不是要做的跟他一样大了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什么 量一下这个尺寸吧 是吧 量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尺寸啊 量子尺的话 那么有一个重点的话 先是怎么呢 先是可以什么 做辅助线啊 做辅助线来帮助我们做设计啊 那么的话 做辅助线的话 怎么呢 那么就是这里面啊 接下来的是这个技巧啊 就是参考线的技巧啊 做参考线啊 参考线是怎么做呢 比如说仕图里面有个标识 显示标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标识上 按住鼠标可以拖出参考线啊 好 比如说这个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标识啊 大家如果没有的话 在仕图里面怎么样 有个标识吧 点一下这个标识 是没有啊 再点仕图 这个标识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这个标识的上面 可以拖出这个辅助线 看来看一下 就是把鼠标放在这个标识上面 按住不放 然后往下拖 就拖出这个辅助线出来了 看到没有 拖出辅助线啊 好 再拖回去的话 可以删除它 好 拖回去可以删除它 好 在这个旁边 在这个竖的标识上面 一样的啊 拖可以拖出辅助线吧 拖出辅助线啊 好 移动可以删回去了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拖这个辅助线 有什么这个技巧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层啊 好 假如说我现在想拖一个辅助线 然后这个辅助线刚好什么 贴齐这个什么呢 这个色块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想刚好贴齐它 是不是这样的 刚好贴齐它啊 告诉你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 没有刚好贴齐啊 好 这里有个技巧啊 大家记得啊 什么技巧呢 就是说 我把当前图层 直为这一层就行了 是吧 我按Ctrl键点这个色块 当前图层是不是这个 这个图层啊 看见没有啊 我把他眼睛点一下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时候我拖动这个辅助线 大家看见它会自动跳到上面去 是跳到上面去了 看见没有啊 好 再演示一下啊 好 比如说我拖动这个辅助线的时候 我拖动的 好 记得这个鼠标 变成这种上下的这种键子 才能拖辅助线啊 好 拖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自动跳上去了 自动跳上去了吧 自动跳上去 好 那么你用这个辅助线有什么 就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 在我们的图里面也做辅助线吗 是吧 也做辅助线啊 好 我再拖一个辅助线过来 是不是可以贴起它的下边呢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图层怎么办 它的上下边是吧 都会自动贴起啊 好 如果不能自动贴起的话 那么这个 大家 大家把这个对起勾上啊 如果对起没勾上了 大家试图 然后对起把这个点一下勾上啊 那么就可以自动勾上 这是不是做了两条辅助线呢 是吧 好 叫我们来做第三条辅助线啊 比如说这个logo 一样的 我想在左边拖一个辅助线什么 对起它 这个是对不起啊 不会自动跳上去 因为什么 因为当前图层不是这一层吧 好 我把当前图层制为这一层 这是个logo这一层吧 点一下它 怎么样 是不是当前图层会变成这一层呢 好 自动拖它 自动跳上去啦 好 这个辅助线是不是做好了 做好之后 接着的话 我们来怎么来 针对我们的这个新建的图 来做辅助线 是不是可以啊 好 也做辅助线啊 好 那么的话来看一下啊 这个辅助线它大概离上面有多高呢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量了啊 量尺寸 那么就是用photoshop来量啊 量尺寸第一种方法是怎么量呢 用矩形框来量啊 矩形框直接可以量啊 点矩形框 然后我从上面拖一个下来啊 好 从上面拖啊 从上面拖下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矩形框旁边是不是有尺寸啊 看一下 旁边是有w就是宽度啊 s就是高度 是吧 好 拖弄到下面来 它会自动贴到上面 看见没有 是不是自动贴到这个辅助线上面 为什么要做辅助线呢 因为旋框会自动贴起到辅助线上面啊 好 贴上去了 是吧 将军之后怎么样 如果我松开鼠标怎么样 这个宽高是没有了 好 大家在哪里看宽高呢 在这个信息面板里面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宽高啊 看一下 这里 是不是有宽高啊 有宽高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如果这个信息面板没有的话 大家在这个窗口里面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信息面板呢 好 点开 然后是 什么 窗口啊 信息啊 信息 好 是不是有了 这里面显示宽高啊 那么你这个辅助线的什么呢 离这个什么呢 高度是说的好呢 是133吧 133 这个宽是150的话我不管 这是高度是133 就是说我也在我的图像上面 也要做一个 离这个距离是133的一个辅助线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方便我做这个东西吧 好 我双击啊 这个大小跟它是一样的啊 跟它是一样的 好 我也要做一个什么呢 这个辅助线啊 我往下拖的话怎么样 是不准的 好 不准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把它偷回去啊 好 这个时候 见辅助线的话 还有另外的创建方法 可以精确的见辅助线啊 那么的话还有第三种 第三个这个方法啊 好 好 这是第二点是什么 让蔡花仙自动的移到图像的边缘 什么呢 是要什么 把当前图再移到那一层是吧 好 第三点的话 可以精确的见辅助线啊 精确的见辅助线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仕图里面有了什么呢 新建参考线吧 新建参考线之后怎么样 它有水平和垂直的啊 假如说我现在是建水平的辅助线吧 辅助线那么是点水平的 那么这个位置是133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好 我确定一下 这是不是创建一个什么呢 你上面是133的一个辅助线啊 是不是创建好了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啊 下面这个辅助线也一样吧 下面这个辅助线啊 好 这个辅助线的话 它是距离这个地方有多少呢 同样的是吧 Ctrl加低取样选择啊 我把这个矩形框挖到下面来 这个高度是什么 我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看吧 是不是615啊 615是吧 好 我在这个地方来 然后是什么 呃 试图新建参考线 然后是什么 615是吧 刚才是615啊 615是吧 好 再确定 是不是创建了这样一个辅助线啊 好 这辅助线创建完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先做一点东西出来啊 比如说做哪个东西啊 做这个大色块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大色块是吧 大色块的话什么 从这里拉一个框出来 拉到这里来是不是可以啊 因为它怎么样 这个东西会自动的贴起 这个辅助线已经变远 明白没有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然后是新建一个辅助线啊 最好 新建一个图层啊 最好是新建一个图层 如果不新建的话 这个填充的颜色是不是怎么样 会到这个什么的 背景线上面去吧 好 新建一个图层啊 贴图层之后 然后点编辑 点填充 好 这个时候填什么颜色呢 是吧 填这个前景色 前景色是这个颜色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还得学另外一些知识啊 我现在把那个知识串起来了啊 那么我现在 我填充的颜色需要是这个颜色吧 好 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呢 有一个吸管工具啊 大家记得这个还没说啊 吸管工具可以吸取颜色啊 吸取颜色啊 那么这个吸管工具的话 有更加快捷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不选这个工具 我直接点前景色的这个按钮啊 点前景色的这个按钮 点一下它 这个时候我的鼠标 是不是自动变成吸管啊 好 变成吸管 在上面点一下就可以了 看见没有 点一下是不是变成这个颜色 看见没有 它自动变成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是之前的啊 这是当前的啊 比如说我点其他的 点这个地方是变成这个黄色啊 点这个白的 是变成这个白色啊 是吧 这就是吸管工具啊 点这个是不是变成这个树的 这个树干颜色啊 看见没有 是吧 好 吸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点确定 是吧 这个前景色就变成它的 好 再操作一遍啊 点这个按钮 然后吸一下 点下这里 确定 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我想吸这个红色 一样的 点一下这个前景色啊 然后的话 吸一下这个红色 点一下 是不是这个红啊 确定 是不是变成这个红色呢 就这么做啊 好 点一下它 点 然后确定 好 前景色变成这个绿色之后 我到我的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什么 什么 这个 编辑 填充是吧 然后前景色吧 然后点确定 这个这个色况是不是做好了 好 Ctrl加D取消选择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放这个logo啊 放这个logo啊 这个logo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放在这里了吧 是吧 那么我可以 创建一个什么 数的辅助线吧 好 这个数值的辅助线 是离这个左边是多少 164吧 164啊 164啊 164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点一下它啊 点它 然后的话 试图 新建福参考线是吧 然后是什么 垂直的吧 多少 114 100什么 多少啊 164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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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确定 把这个参考线都做好了 做好之后怎么样 我就把logo放过来吧 我直接可以拖过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一般的我们的什么呢 UI设置是肯定是什么 拿现成的logo的图片吧 是吧 一般的话我们公司都有什么 VI吧 VI是企业什么 视觉识别的一套整套系统吧 肯定有关于企业logo的一些文件 是吧 这个VI 这个UI一般会拿到这些东西啊 好 我们这里嘛 肯定有一个logo的图片啊 这个logo的图片在哪里呢 在这个图片资源里面有个 PSD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啊 这个吧 是吧 logo啊 好 那么我把它打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打开啊 好 文件 然后打开这个logo啊 打开这个logo 然后的话是 这个 前端没有人支援啊 图片支援 好 打开它是吧 好 打开它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logo的图片吧 好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把它复制过去啊 复制过去的话怎么样可以用 把它全部中吧 是不是全部复中啊 这个只有一个图层吧 看见没有 而且是一个透明的背景层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Ctrl加C 复制吧 Ctrl加C复制啊 然后到我这里面来 Ctrl加V 粘贴 是不是粘进来了 这是不是有多一个层啊 多一个层我最好是什么样 双击它把它命名为logo吧 方便我看吧 是吧 好 这个是吧 什么呢 这个命名为绿色背景是吧 绿色 背景啊 好 绿色背景层是吧 好 然后这个logo呢 我把它拿过来啊 用这个移动选择工具 是不是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来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放这里来啊 好 再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go 是不是比它稍微大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较大的一点 是吧 好 大了点之后 我怎么样呢 我再设置一个参考线过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可以 刚好拿到这里来啊 因为单线图层是这个logo层吧 好 这个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来拉一下这个 巨型框怎么样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巨型框的宽度是 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多少 102吧 是吧 193是吧 193 那么如果说我把它的这个宽度 等比缩放成100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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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193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它就跟它一样大了 是吧 好 193 那么我再做一个什么呢 193的一个框是吧 这个是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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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3啊 对 好我拿这个框出来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拿这个框出来呢 因为什么 参考线也可以自动贴起这个框 明白没有 好我拿这个框出来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再拿一个辅助线出来 它会自动的贴到这个上面去 看到没有 贴到上面去啦 好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logo啊 什么 缩放一下吧 缩放一下 缩放成什么 这个宽度刚好是这两个幅度线之间的 这个代表是不是就对了 好 那么 缩放的话用哪个快捷键呢 Ctrl加T吧 那么就是 编辑里面有个什么 自由变换吧 是吧 好 Ctrl加T 然后的话 按住shift的键吧 我要等笔收放吧 你不能把它压扁 这是不是压扁的不好看吧 是吧 好 好 Ctrl加T 然后怎么样 按住shift的键 然后在脚上面怎么样 这样子是吧 好 和这个辅助线对齐 双击一下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对了 对了啊 然后把它移动到什么呢 这个中间的位置啊 好 这一个是不是做好了 这个做好了啊 做好说 这个辅助线 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不要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拖到什么呢 这个地方来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两步吧 那么就是用了我们前面的 学了一些知识吧 学了一些知识啊 好 我们能够到护的时候 尤其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